各位老师精神,今天和大家整一道开胃菜 这就是一款顶级的脆肉罗飞鱼 它的口感和海蚀般有得一拼 但是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养殖的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而且生长的环境要求非常高 第一步先把鱼片取出来备用 搭配的辅料是一款乳生菌发酵的酸菜 在腌制的过程是没有加入盐的 而且它的酸味很清爽 所以搭配鱼片一起同煮 更能突出它本身的特色 这一步是把鱼片用清水来冲洗一遍 然后再把它滤干水分 接下来采到腌制的这一步 加入系列的盐,把它抓拌均匀 今天的这款鱼片要的就是有一种爽脆的口感 在腌制的时候 同样是加入适量的生粉还有鸡蛋白 一定要把它搅拌均匀 形成有一种薄薄的粉浆包裹鱼片 最后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不但起到一种蒸香的效果 还可以锁住它表面的这些粉浆 搭配的料头很简单 适量的姜细,花椒,辣椒干,还有少许的葱花 接下来开始表演 先把酸菜放到锅中煸炒至干爽 同时还有姜细,可以放到一起同茶 这款酸菜的口感本身已经很爽脆了 但是经过炒至以后再煮 那么它的酸味就会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如果煮至的时间过长,当然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 调味后,直接把鱼片放到锅里面一起同煮 刚才说到这是一款脆肉螺肥 那和普通的肯定有一定的差别 大家可以看到,当煮熟了以后 整块鱼片它是卷起来的 鱼肉不但爽脆 鱼皮还带有丰富的胶质感 所以做款鱼,就算你是一个厨房的小白 做出来也是杆杆的 成菜时出来的效果 我绝对不会是用筷子一翻就烂,一炸就碎的现象 最后的一步是加入花椒和辣椒干 淋上肉咬,一看就会 有喜欢的,今晚就来一个酸辣酸辣的非常开胃 煮熟了以后,整块鱼片还是卷起来的 连这个汤喝起来都很开胃 别说这影片真的是非常爽脆 谢谢大家